投資長台股這波下跌了2500點 但是下沙無量外資又在加空 跌勢還沒有結束嗎 有可能喔 而我們呢獲利在950元之上的台積電 今天不僅跌破了950元 最低點還來到了915元 廣達也是這一波已經跌了21%了 紅海更是跌破200元了 但真的很想要知道台股這波跌了2500點 但是下沙無量外資又加空 跌勢真的還沒有結束嗎 真的有可能還沒有結束 為什麼我今天要告訴你外資空到哪到37000口 這代表什麼意義 因為我要告訴你外資間空到哪到37000口 哇又加空4000多口 跌下去還敢加空 到底外資是要殺到台灣股市殺到多少點位 而且為什麼反彈沒有量 下沙也沒有量 散戶不想玩了嗎 可是為什麼自營商賣200多億 我這是未來的買盤呢 還有這些獨家的標股 紅海 台機店 廣達這些全職股 為什麼漲不起來 會跌到什麼時候 我今天告訴你 我暗示你大概什麼點位 我將進場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7月26號台股下跌752點 收在兩位2119點 台股因為颱風假休市兩天 休假期間每股跌勢擴大 企業財報導致賣壓加重 台股今天面臨了補跌 今天開盤就跳空了800點 跌破了季線 台積電縱挫55元 紅海聯發科廣達跌幅也有5% 日月光今天達到點停板 AI股幾乎進行修正 微影齊紅跌幅也有7% 後續盤勢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股冠軍記錄保持者 同時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楊獎座常常爆滿 全台灣創銷書排名第一名 也是空手道大師 擁有空手道三段 在這一波下跌2500點 空手全身而退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好 我再希望 卡古桑 沒有我又再來了 再來了 每天練一下空手道 因為我覺得空手道很開心 很開心 昨天美國股市也睡得很開心 哇 昨天很多人美國股市拉起來都很多人嗨 早上醒來又怎麼樣 空什麼 空穴來風 因為台語叫空穴夢 還是什麼就是空穴來風 就是從頭到尾要做 Ctrl 門 有些句話對不對 這個就是 從頭到尾就怎麼樣 空想 真的是空想而已啊 他說沒有你沒有空手 你只要做多 美國股市今天醒來 欸 怎麼準啊 這一醒來真的是講800點 昨天講800點 對 昨天講800點 今天就可以跌800點 到25分的時候可以跌800點 最後尾盤一直拉一下下 可是拉一下下的救了大家嗎 今天反彈也沒力量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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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朋友如果你是第一天認識我 你真的不知道我厲害 沒有關係 我NC人看下去 等一下號召 我成千上萬幾十萬的粉絲 我昨天看直播就1萬多人直播 所以點閱率輕輕鬆鬆一二十萬啦 好不好 哪個分音師可以直播的人都比我多 這實實在在的肚子啊 昨天洗版畫面很恐怖 很恐怖我看到了 很恐怖喔 就跟大家講 昨天雖然你沒有來公司 可是你有在線上嗎 有有有 超快的 那洗版大概要看他看洗版的畫面 好不好 你會發現到 哇 這一波真的真的是 大家都是我的粉絲都見證奇蹟的朋友們 對 都是有賺到這一波 少賠2500點的過程 謝謝大家 真的 謝謝投資長啦 謝謝 因為今年呢 最大的跌點就是今天了 這兩天呢 沒有 欸沒有 欸沒有啦 欸 幸好我跟你講 最大跌點是774點啊 喔 幸好我還記得 喔 今天是754點 盤中盤中了 盤中也 盤中一度有超過774點 可是盤中最大跌點是1417點 是2021年的那時候的5月 要封城的時候5月 喔 你隨時考我 喔 厲害 我們這個沒有輪了 問不倒 不要再出球了 OK 來你繼續說 好啦那這兩天我們再放 今天是第二大跌點 然後繼續開始 欸好 第二大跌點 好 OK這兩天呢 投資長都幫我 我們在放台風假喔 投資長不畏風雨 幫我們大家掌握國際的狀況 那也預測今天台股會大跌800點 果然今天開盤呢 就是大跌了800點 還跌破了季線 台股面臨2萬2的保衛戰 但重點是呢 在這一波崩跌2500點 投資長都抓住了 而且呢是完美的避開 而我們呢 獲利在950元之上的台積電 今天已經跌破950元了 最低點來到了915元 還有呢 那個我們獲利50%出掉的事件 今天更慘了 回測季線喔 還有我們獲利出掉的廣達 在這一波呢 是跌了21% 鴻海也是如投資長所說的 跌破200元了 今天最低點呢 是來到188.5元 投資長怎麼辦 好多的股票呢 都回測了季線 甚至是跌破了季線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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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票真的現在很慘 很慘啊 可是我跟你講像隱憂 隱憂一是 天哪今天下沙也沒有量 那哲哲下沙沒有量主體了 沒有沒有沒有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我說過 禮拜一的時候我也說過一件事 我說暴展暴跌是什麼 是空投 你看這個暴展暴跌 禮拜二的時候很多老師 罵很大聲 講很大聲 我有沒有說就技術分析而言 這是完美的反彈 瓦解空軍 可是我看什麼 我看的是籌碼面 你聽得懂嗎 我看的是籌碼面 我看的是籌碼面的鬆動 因為農資還是沒有減很多 你說哲哲 我最近農資減了100多億 四天減了116億 So what 還是不夠多 股價淨值比還是來到2.3以上 你聽懂嗎 所以這個股價淨值比這麼高 只要是2以上就不行 這也是二十幾年來 股價淨值比只要是2 就是泡沫 像這麼高怎麼辦 我只是希望他回答個3000點 很難嗎 很難嗎 看起來已經快要3000點了 對 在500點 今天最高21889 對不對 進度條要給我做對 有人進度條要給我說3000點 第一個 首先 我沒有說一定會跌3000點 可是現在起來跌3000點的機率很高 好不好 第二個你硬要做的話 我實在是23300點 開始 怎麼樣空手 然後這邊到7月11號的時候 我還提醒你這最高點 台灣物質要出掉 對 你可能不相信 我們再看一次這個行情 來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就是預告在前面好不好 就知道我跟別人差很多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邊 這之前7月幾號 7月 哪一天 7月11號 嗯 7月11號是台股最高點對不對 對 我們看7月11號之前我們的預測 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我們折粉好不好 我們看一下今天直播人數多少 因為昨天直播人數一萬好好開心 好開心喔 應該就是人生高峰高峰了 又高峰了 嗯 來看一下 來 今天第一次請假跟折子直播 真的很好 Zake 你好 大盤沒恐慌感覺 沒有錯 所以 可能還會跌 你知道什麼可能會跌嗎 還不夠恐慌 還不夠 沒有量 要殺出之癌 知道嗎 昨天直播你有分享的朋友 對 歡迎分享給大家好不好 空手道三段 這好像還有人笑我空手道三萬 日圓套利平昌最大隻黑天鵝 這本來就是 因為這一次 黑天鵝最主要是因為 他是第一次 這第一十年來 這十幾年來 你這個第一次的這個升息 對 那升息第一次沒有感覺 升息第二次就有感覺 因為升息這第一次還是0到0.1% 那現在升息到第二次 可能是0.1到0.2就有差了好不好 來來來 空空群人也去休息 不要擔心好不好 重點是我好不好 重點是否則答案 真的是這樣子 好 來 今天外資賣超970億 來 四瑤 賣資賣超第一名是什麼 你是不是今天啊 是不是扣除那個 麥菲利普那一次第一次啊 我記得好像900 好像之前 不是一定有前三啊 今天4241億 所以你看 今天賣超900多億 跌752點 嗯 就是你看賞物的力道還是蠻強的 可是強呢 你知道怎麼樣嗎 也不夠強 什麼意思 沒有量 要殺的夠多 什麼意思 應該正常你要止跌是賣970億對不對 要跌1200點 跌1500點 這才對 什麼意思 就是通常平均而言是1億跌1點 賣1億跌1點 賣900多億跌752點 代表什麼意思 第一個 追的人不夠多 因為反彈不夠量嘛 對不對 可是殺的也不夠多 大家不相信 怎麼樣 很恐怖 越不相信很恐怖 越會跌 這一次另外反彈沒有量 大家不相信 下跌也沒有量 大家覺得隨便你啦 還不覺得很恐怖 可是這個機械有沒有跌破 你要不要找那些機械人老師 我跟你講只要是機械人老師 這一波他都會爛你受傷 當然我不是要批評技術分析 我也不希望各位同意的分析師 您覺得哲哲在講 您不好意思 我只是要跟別人講一下 我跟別人差別 可是不是針對您 我們要特別針對某一個分析師 如果有人這樣覺得 我先跟你說說sory 先不好意思 因為太多人同意看我節目了 一定很多人同意看我節目 因為大家不敢思考 不敢相信 我怎麼那麼多人來看我節目呢 這一波跌下去 這叫天分 來你們看一下 這7月11號 我們先從前幾天來看 先看重播 剛才是直播嘛對 對 我們看那下7月8號 7月11號前幾天是7月8號 也2萬4嘛 最高點是2萬4千416嘛 對 所以7月8號也是2萬4了 來看一下 我們那時候說過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對 對不對 還講空檔已經來到新高了 有 這是7月8號沒錯吧 沒錯 會不會直接空手到3萬 還被人家笑 這是他這套錯了嗎 來看一下 3 我那時候說什麼 我說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因為為什麼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空檔來到新高 股價淨值比 又來到244年新高 融資又那麼高 台股的融資水位 台股的籌碼太亂了 可是有美股照怎麼沒有辦法 可是等到美股不照你的時候 美股開始跌的時候 納斯達克開始跌的時候 台股就跌得又急又快 有沒有講 有 最近是不是納斯達克跌很快 那你看喔 請看VCR重播 7月7月幾號 8號 8號我看一下 新高快進去3萬口 快明明用球人就3萬口了 像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欠納斯達克非半的回檔 他只要有回檔 台灣股市會回檔又急又快 我先運 你看喔 又急又快 現在就是納斯達克不回檔 對啊 現在就是納斯達克不回檔 那大家就是拼命的做 你知道好不好 這個沒有辦法 你看沒有辦法 美國股市不回檔 所以我看喔 我已經預期到納斯達克要回檔了 就是等回檔 那你還不趕快走 台灣股市已經熱鬧了 我有說過華西街郭樂 華爾街我還不知道 我有這樣講啊 華西街郭樂什麼 因為那時候直播人數5000人 對 做多的時候5000人算很多 所以你看喔 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你看 納拉克有沒有開始 那時候7月11月有沒有還在這樣 肺半跟納斯達克有沒有看到 都還在拉 現在每天在跌 每一天都在跌 有沒有看到 肺半跟納斯達克每一天都在 大部分都每一天都在跌 所以萬事俱備 只欠東風 但納斯達克只要有跌的時候 我說台股也會回檔 我不是講廢話 說投資長 他台股也會回檔 那你講的話是廢話 每股股市跌 台灣股市怎麼可能不跌 來再看一次我的邏輯 再看一次我的邏輯 看一次說 跌有很多種 絲絲有很多種 我講是跌得又急又快 恐怖吧 很恐怖 來聽一下 這是 這說2萬4 是7月8號嗎 快進去3萬口 快明明就全然就3萬口了 7萬4機會 只欠東風 欠納斯達克非半的回答 他只要有回答 又急 台灣股市會回答又急又快 我先 有沒有又急又快有沒有看到 有 會的又急又快 很急 好恐怖啊 欸一個分析是連怎麼走都知道欸 台灣股市有沒有急 很急 是急啊 急到好像中風一樣啊 24416跌到21800點啊 2500點怎麼樣 才兩個禮拜時間 對 而且兩個禮拜還有兩天休息啊 對 7月11號嘛 7月26號嘛 不是兩個禮拜嗎 不是15天嗎 是啊 兩個禮拜時間啊 然後還有兩天休息啊 天啊 天啊 有沒有急又急又快 有 這是7月8號的時候講 7月11號在看喔 7月11號最高點我們在看重播 你看你都覺得起雞皮疙瘩 所以看我們節目 你就會不喜歡看別人老師的節目 是真的 我說過 我說過台股都是得了不會疊病 沒做到怎麼辦 7月11號對不對 對 我那時候7月11號還給你推背圖喔 有沒有 有 7月11號公佈 我還說先拉後殺 推背圖最高多少24500點 有沒有覺得很恐怖 很恐怖 剛好這一波最低點的24416嘛 好來24000多點嘛 來看看剛才的重播 我說過台灣50 台灣50點同台股嘛 點同於台積電嘛 是的 對不對 相關係數非常高 至少90%以上 嗯 我說我這本書我現在是第一名 不好意思 這新版本有沒有看到 狂二一散事 馬上狂銷萬本 可是阿尼要賣書 賣書就遜掉了 你知道我賣一本書只能賺30塊 作者 暢銷作者都只給10%到15% 300塊的書30塊 賣兩萬本賺60萬 不好意思我的研究員很多都 還有業務人員很多都是千萬年新以上 你不要信你可以來摸打聽啊 就是跟大家講的 然後所以賣這書 只是為了成就感 好那我把那本書拿出來 重播的時候把這本書拿出來對不對 嗯 然後我告訴大家這本書叫你怎麼樣 看它重播 這本書叫你要 從頭包到尾台灣50 可是我覺得叫你200元要出掉台灣50 為什麼 短期操作 如果你是要中產型操作的話 台灣50要出掉 除非你是要報一輩子 我也支持大家報一輩子 沒有報一輩子 這是台灣50 200元你要出掉 嗯 來看一下 3 在 在歷史最高點那一天喔 3 2 1 出喔 這書 從頭到尾就是把它當作純錢筒 是 除了這邊200元以上的台灣50 最近咱們比較快 你如果真的要做短期的進出 你可以走 有沒有 嗯 你可以走 200元出掉沒有錯吧 沒錯 我剛才講200元台灣50來看一下 200元台灣50是什麼時候 7月11號 7月11號嗎 沒有錯吧 今天幾塊了 179 多少 打了 打了9折 打了8折多了啦 202 對不對 8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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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跌到179元 台灣50這樣算跌很慘 202跌到179元 剛好202也是什麼 台灣股市的最高點 有沒有起雞皮疙瘩 跌得又急又快 只欠美股東風 來美股現在真的很弱 因為昨天美股 我再講一次 昨天早上 晚上的時候 9點半你們 一開始很難過 跌到10點半11點的時候 跌2% 後來拉為平盤 又漲0.5% 又再殺下去 對不對 好戲劇 這個看起來很恐怖對不對 對 可是怎麼樣 就跟今天的日經股市 你知道日經股市做得怎麼樣 今天日經股市做得怎麼樣 跌 是跌的 到最後 都一再給你10萬 就跟現在的行情一樣 所以現在的多頭走勢 已經整個被逆轉了 之前是一路漲有沒有 一路漲 這邊是一路漲 對 可是現在 任何反彈接空點 還跌破季線 跌破季線代表季線是反壓 如果三天內 你沒有造成季線 太慘了 其實最慘的是 這邊好不容易 硬是反彈600多點 結果今天給你 大跌750點 代表趨勢已經完成了 可是這就是技術分析的廢話 我要強調這個技術分析廢話 今天一定有很多人跟你講 你看這邊 我告訴你了 這邊缺口跌破了 這邊缺口跌破 講這些都沒有意義 整個是實戰派的分析師 你聽得懂嗎 你要找有證照的一個分析師 你不一定要找我 可是你絕對不能相信網紅 我沒有特別針對誰 我就是針對有收錢的網紅 就這麼簡單 那其實如果真的股市很厲害 我真的建議你 就是考個分析師 來投入公司上班 並不違法 他們只是想要規避這些法規 不想要 不想要被他們發現 可能有些人是不想被發現 偷完股票 甚至可能出貨給你們 可是我們當分析師 我們是嚴格的 怎麼樣 嚴格的受規範 嚴格的受監督 好不好 我一定要強調一件事情 我希望大家坐在一個同樣的平等點 不必需要去看這些網紅 因為這樣對我們不公平 今天外資的空單 也來到多少 今天外資的空單 來到37,000口 我本來看是多少 最新的數字 3741那沒有增減 你看視角數很快 很快喔 外資賣超846億 所以我剛才想錯900多 剛才誰跟我想900多 網友 是網友喔 網友不要來亂喔 900多那真的第一名啊 沒錯啊 對 我相信你咧 噢 咧 那我出球 前面一支賣超多少 846億 好不好 對 846 我知道為什麼977 他是把三大本來買進去啦 可是這很怪喔 你這自營會賣超 其實這自營賣超等於 怎麼樣 賣給賞戶 其實賞戶在買 所以賞戶真的很猛 買了300億 所以台股也是永動機啦 對啊 因為現在姊姊已經 已經怎麼樣 已經改變ETF的歷史了 我因為出這個書 我這書很認明 再給大家相信ETF 那你在大疊的時候 你買了310億貼乎 那怎麼辦 直不好意思 外資賣得給你兇 你一定要 這一波真的可能要 疊死的時候是 上櫃指數的崩盤 今天上櫃指數還沒有崩喔 上櫃指數不算崩喔 這大盤對不對 對 上櫃 不算崩喔 上櫃有站站記憲喔 不應該沒有資格站站記憲 要多殺多 才是一個初步的止疊點 記起來了沒 記起來了 記起來了齁 所以來跟大家講 那所以你看今天 可能三大法人 賣一賣賣一賣 真的是970幾億 他剛才把三大法人算進去 沒有算三大法人 三大法人不準 為什麼三大法人不準你知道嗎 因為投 今天的自營的賣超 是明天投信的買超 有沒有跟你講這個梗 有 自營賣超是為什麼 是賣什麼 賣ETF給賞戶 因為供貨嘛 像雜貨店供貨給你 有沒有 自營賣超是供貨給賞戶 然後供貨給賞戶又怎麼樣 投信 怎麼樣明天再買 懂不懂 所以自營加投信你不要用負責看 你要看其實有機會 就是300多億 可是外資賣800億沒有用 然後外資賣846億 其實也不重要 因為外資大部分賣超以後 反而有機會反彈 這是事實 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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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以上有機會強制反彈 甚至這一點 嗯 可是也有另外一半 還在 在40% 還在破底 這樣懂嗎 懂 所以我覺得現貨不要看 我常常說我應該是現貨不要看 有沒有聽說吧 有 上禮拜一口氣 禮拜二就是台風天前一天嘛 談了600多點的時候 是不是一口氣減少了7000多口空單 可是我說空單還有32000多口 不要開玩笑 我說除非變25000口以下 你看今天這個操作也很奇怪 上去了馬上減碼空單 上去了 然後下去呢 加碼空單 37000很多 37000很多 所以投票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要看外資直接看空單 現貨買外操參考而已 那只是給新聞媒體做記者做資料 歷史上最大跌點747點 今天是歷史上第二大跌點 外資賣超846億 哇塞 是歷史上第三大賣超 然後就這樣 現貨賣超沒有意義 要看空單 好不好 所以哲哲真的一直跟你講這些 獨家的看法 讓他們來看一下 先來看一下散戶的 再來看一下 今天來推 所以這樣知道哲哲跟別人差別吧 剛來的 還不相信沒關係 再看一下今天留言 來 別太少 見準什麼這些股票 再看一下 現在講個股 不急不急 此波2萬會破 2萬會破 我覺得不一定好不好 那很多人 我在想的是 我今天來個口號好不好 因為很多人說什麼點位 我會在2XXX點 所以基本上我就算會破 真的萬一2萬會破 也是下去馬上來 因為我要在2萬多點的時候做多 蛇哲你今天2萬 2萬1千多 大盤知道最低 蛇哲你今天2萬1千889還不不進場 那什麼時候進場 21889還不進場什麼時候進場 很多人問那個問題 對啊很多人想知道 我告訴你 就在2萬多點我選一個點位 什麼點位 這會員才知道 可是你今天可以跟我喊口號 因為蛇哲也是你們的萬中選一 我在2萬多點要選一個點位 這樣可不可以 可以 萬中選一 萬中選一來來 直接看 台風天也有去跑步嗎 台風天怎麼去跑步 台風天只能跑跑步機 好好聽點 你就問我 那個騙不了我 你知道是 蛇哲是真跑步假跑步 蛇哲都跑合體的 合體好像昨天晚上 8點才才開啊 我做查 你不要擔心 這跟大家講 但我也不能這樣講 我說你是可能考我啦 下雨天 台風天去跑步 我是瘋子嗎 對啊 每天可以買 每天可以買喔 好不好 不用不用 這是 就怎麼樣 今天標題就是 萬中選一 你去第一有文章討論你超神的 好 本來就瘋神的好不好 瘋神版幫我做一個 好沒有 8000買進000050 看來下禮拜又要崩盤了 對看起來有機會 對 來萬中選一 不砍融資沒錯 台風天明在跑步沒錯 會不會都跌到2萬 散戶死不退 我覺得 我覺得不會 我就散戶快崩潰了 我覺得散戶快崩潰了 這跟打壓不管嘛 我就萬中選一 好不好 萬中選一好不好 哲哲太神了 萬中選一 萬中選一 你剛去投銀行提款美元的 沒在歐印的 你在騙我嗎 你在直接台幣買就好了 為什麼要提款 你幹嘛提款 萬中選一 欸洗版 他們洗版 他們知道折本的力量有沒有看到 大不大 大 多不多 萬中選一 這在等半年線 不會 我那你這樣說我等什麼線 那我等10年線好了 那台灣 那個台灣10年線 那個台 那個國安機器就會復盤了 復盤了 產物崩潰就折著進展17點 沒有錯 萬中選一 我念書折神 謝謝你 值得我愛你 謝謝 今天破6000人還好啦 觀看論書6000多 昨天破萬 現在可以進場高股息ETF嗎 就等我進場的時候 你有高股息ETF 我跟你講 你就要高股息ETF 我看 我那個點位 我直接跟你講 我可能會買台積電 紅牌管的 我這樣講嗎 有 三個裡面基本上選兩個 基本上選兩個 那個彈上去的 高股息ETF也會彈上去 錯錯 全資股彈上去的 005你會彈上去 高股息ETF不一定 萬中選一 快快快快 萬中選一 沒聽你的話 call out好難受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我們在台灣選擇郭哲龍 來 萬中選四窯 你幹嘛喜歡四窯 6000多人在看 趕快萬中選一 好啦有沒有看到 沒開盤破萬 破紀錄沒關係啦 因為昨天大家比較險 今天大家上班啦 這樣就好了 每天破萬也不好 這代表我很準 很熱喔 我太熱也不好 我就變反轉了 我就變又變反指標了 你知道嗎 不是又變成反指標 日元政二可以買嗎 當然不行啊 趕快知道三秒鐘 萬中選一 讓他們知道 哲本厲害 趕快洗百萬 手都快動得比我一樣快了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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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好 赶快 最后 5 秒钟 5 4 3 我都说 2 万多点了 我都今天讲 2 叉叉叉的 1 好啦 万中选一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也 哲哲也是你们的什么 万中选一 你本来回答什么 唯一选择 就万中选一啊 来 再跟大家讲 Coco不要走 每个人走都没关系 我每次有跟同学们讲说你要走没关系 不要造成公司的困扰就好了 对啊 有时候我有生老病死 不是要这样讲不太对 就是每个人生病的时候或者累的时候 是哪有什么对跟错 就交接住好就好 不要说意气用事 然后没有做好交接 这样就对了 你知道吗 因为任何公司 任何高层 任何主管都不会 都不会喜欢这样的同学 我都常常讲 只要做好交接都没关系 对 做好交接 我想事实啊 你本来说要做到12月 我说没关系 你用奖金我照发 是不是 我还这样讲 我说我还说照发 我说我照发 你这年人这样经营不少 对不对 你要好几个月了 我说我照发 我也没在在乎那些钱 对啊 我说你就做到过年没差 那你多零 多零好几个月的奖金 因为你过年也有半个月嘛 好啦 那不管啦 老朋友们不需要啦 弃我的同意只要一句话 你不要 我不想办那天打广告 刚才说谁 我不想听 那不只弃我好几年 人都很无聊 拜托 不要活在自己的世界 拜托 就参加选股比赛 对 拜托 那不然就砸真钱买ETF 对 不然其他都不要 不然我不认为有资格批评 都没有意义 那我这些承受这些压力干什么 这跟大家讲好不好 你家要不要解 这个每次很多人都喜欢用coco的隐私 问我的隐私 都不需要回答好不好 对 所以获利空端虚报 我们来看一下 获利空端虚报 我们来看 来 这有点问题 获利空端虚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我要臭屁一下 也要做一下声音 你看一下 你可能不知道一个分析 你清楚赚到哪点 来看一下 哇 三千两百点以上 因为我要加空 我本来 是呀 另外一笔 我本来 我本来一笔空端不是赚大概1600点吗 比较1600吧 是不是 我忘记1000多了 1600好像加起来 不管1000多 那我禮拜一不是被嘎 我說只剩1000點 可是我說再加空 在家喔 再加空 在家裡空啊 這幾天你應該也在家裡空 在家裡放空 沒有啦 還會空手啦 來 恭喜你一下 7月29號禮拜五的簡訊 恭喜今天股市一度大跌900多點 我們成交在23820點的波段空單 賬上大賺超過1900點 加上週二加空的第二筆空單 合計大賺超過2770點 再加上前兩筆當充空單就大賺3200點以上 各空一口就賺64萬 各空十口就賺640萬 手上空單獲利虛包 手上空單獲利虛包 嘿3200點耶 很厲害 這次如果有造假 會多少人批評我啊 很多人耶 如果同業就第一個跳出來 不能造假 我也不缺造假 我為什麼要造假 我就一路喊空手 我全世界都知道啊 是啊 不然怎麼直播人數那麼多 嗯 真的造假嗎 對不對 不能 3000多點有沒有看到 6400多人直播 30多人訂閱 對 33萬最近增加很多 很多耶 是不是 啊 這跟大家講 趕快幫大家推薦一下 只是空軍總製 不要這樣說 我是要做多的 對對對 我跟你講 我其實這一波我也可以做空啊 我可以真的做空 可是啊 啊 想說算了 你們很多人不喜歡做空 我去做多 我就是要做多的時候 讓你們做得又急又快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看完整個節目就不想看其他節目了 因為你會發現到 我很敢預測 我剛才講說 欸 欸怎麼樣 跌得又急又快 對 只要納斯達克有跌就好 就跌又急又快 你看 兩個禮拜跌2500點 還不夠快嗎 很可怕 你看最高點CPI是不是7月11號 是 是不是 而且我還說那天先上後下 有 8點半是不是先拉擊殺 好恐怖喔 我沒有說什麼 爛子彈飛一會 川普就撞彈了 好 這個你可以說是巧合 你可以說我是龍婆 怎麼那麼準 他沒有關係 那你可以 那我為什麼川普說要搞台積電 前一天我都說要搞 欸 對啊 這是事實 我沒有時間撥重播了 嗯 有 可是這是事實對不對 事實 可是之前有撥重播 好誇張 然後你看喔 我也跟你講就技術分析 這邊是應該要追 可是我看是籌碼面 所以我說技術分析不行 不能做技術分析 因為技術分析 很多技術分析是老師 我想是摩爾投顧以外的 摩爾投顧的分析是 我可以做品質保證 可以 他的技術分析很簡單 什麼很簡單 他就是看等說展 看疊說疊 多也講 空也講 所以下去他就這樣 你看我這樣講 沒有意義 真的沒有意義 到這邊難道要變空手了嗎 你已經被扒來扒去的 把拉扒拉扒 I'm not loving 你知道嗎 我並不愛他 對 麥當勒的口號啦 可是我並不愛他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我們之前重播好不好 看一下這個 你可能不相信喔 我會播空第二筆喔 你看喔 這幾耶 這是7月23號嗎 禮拜二嘛沒錯吧 沒錯 這邊對不對 對 是反彈多少614點 是 7月23號沒錯吧 看一下日期 7月23號沒錯吧 沒錯沒錯 反彈600多點沒錯吧 對 來看我之前重播 就是我禮拜二重播 7月23號 7月23號 對 來3 2 1 最帥 空單續爆 有我今天空單還有喔 昨天空單是賺這個時間少賺一些的啦 因為拉起來600點 昨天賺到1600點 是的 所以現在夠要扣到600點 還好賺到1000點喔 嗯 我今天加空了 你看我以前加空咧 有 我講加空咧 我被加600點的時候 我還在反彈的過程中 本來賺1600點 然後變成只賺1000點 我還加空第二筆空單咧 加空什麼意思 再加一次 知道嗎 加空知道嗎 知道 再加空一次 加空講第二筆 321 加空 加空第二筆 你賺1600點 你不可以說我 你看 是不是 你不可以說我100點就停車要走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要告訴你是技術分析派的 還言 我站上記憲 我就做多 我跌破記憲 我做空 如果存在技術分析 然後多也講 空也講 那個就反复有些寫程式的 或有些人跟你講 來我只要 賠 賠30 賠什麼 賠2% 我就走了 可是我可以讓你賺 20% 200% 聽起來這很對對不對 可是真正的回撤 你會一直被洗掉 記憲也是這樣子 或技術分析或缺口理論 會一直被洗掉 你懂嗎 我是跟你講真的 沒有一個技術派大師 應該這樣講 應該說 他們越講的純粹只靠技術派的 越不敢參加選國比賽 我還是要告訴你 我跟別人差別 可是 我還是希望同業 記清楚一件事 我沒有特別針對誰 我只能說摩爾的分析師 我可以做品質保證 好不好 可以 那哲哲為什麼不屑 那是因為我實戰派的 我就 欸 那不覺得我很辛苦嗎 欸那時候我被人家笑了多久 因為你每天笑 我不曉得說我笑到脖子井了 笑到脖子井 因為其實 就是我也不喜歡做空的原因 你知道做空 只要台積電 台積電賠100塊 大家可以忍受 台積電如果做空被嘎10塊 不要說10塊 1塊錢都不能接受 賞戶就這樣子 所以我帶會員我是比較累 我自己操作我不會那麼累 可是我熱愛喜忠 不然我不會台風天台啊 對啊 反正我會員今天照收嘛 今天跌的800點你們覺得我更強 我幹嘛來 我要錄影 還被你們閒 我昨天光化妝就準備半小時 我根本不會化妝 好累的齁 所以你看很恐怖對不對 我昨天有跟你講重播嘛對不對 有 不是重播 我剛才有重播嘛對不對 有加空嘛 所以我真的有加空第二筆空單 有 所以2770點 很恐怖 我就是敢賺那麼多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世界千金我賺多少 50% 有沒有 賺50%才走啦 對 這一次我要賺更大喔 好 我像世紀世界經濟一直跌對不對 一直跌啊 一直跌啊 我要賺更大 我這錢料理真的是 你有紅海找我 紅海之前我求200元 有沒有錯 沒錯 紅海的 你們有沒有認錯嗎 不會 他們直接說你賣飛了 誰叫你賣飛了 你才撿200元 那我賣飛了 那要怎麼樣 我早就在100多元就全部賣掉了 對 我很早就賣掉 我沒有賺到這一波 我也跟你們講 可是我說你們有的人200元就是要走了 沒錯 那搭配我時間點7月9號 我那時候跟你講什麼 萬事俱備直線通風 7月11號跟你講什麼 跟你講說這個見最高點 對 是不是202元的 台灣50要賣掉 這7月11號 這時候你可以賣到230元的 紅海 到現在192已經差40塊了 那時候我講200元的紅海有錯嗎 沒錯 可以見證奇蹟啊 管達有沒有錯 沒錯 300元 也沒錯 管達很慘欸 而且管達你看275有沒有看到 在這邊 我們看看我們的簡訊 好恐怖喔 我幹欸 管達 欸四小子沒有管達啊 欸有啦 請賣出一半的管達 在307元附近 獲利出清 都6月賣的 6月 我問你一件事喔 那時候順便還能叫嚇我 我問你一件事 今天我都知道7月11號 可能最高點了 對不對 這個很多股票的高點都在7月10號 7月11號 對 我問你如果7月11號跟你講說 最高點了 然後我沒被你笑 好啦 可是問題是你出得掉嗎 出不掉了 在這邊我被你笑 可是你記得我一輩子 可以 那你都有時間出掉 可以 你會謝謝我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粉絲那麼多 啊真的真的那麼臭巧 你每次 你都先被人家笑喔 你別相信對不對 只看我的文章 看我的報導 公三時報報導 來幫我唸一下 好 好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喔 你們真的不要覺得我台灣50賣飛 我出書我都覺得很簡單 我就說叫你從頭報到尾 今天我不當分析師 我就從頭報到尾 對 我純粹是為了他寫書 真的是要這樣子好不好 這寫書佔百分之90以上 寫書佔百分之70 另外百分之30專心工作 這兩個都是最重要的原因 就這兩個原因 所以你看喔 好賺千萬 可是賺點是什麼 我怎麼樣 一開始怎麼樣 一度賠500萬元的時候 對不對 還拜託大家買 踏著我選前進 也沒有理我 我每一次都是先怎麼樣 先被笑 你不覺得好像電視劇嗎 對 買美債怎麼樣 反正有酸買太早 是不是 對 郭忠祐花4000萬買00687B 最後買到9900萬了 酸買太早 畫面給我 那我們來看一下對贈單 欸這有帳號的喔 有 779萬 夠不夠 你看喔 是不是 還有一個東西 加什麼 加購 00919 加購加購 00919怎麼樣 我賣在26點多嗎 是不是很漂亮 很漂亮 沒錯 那時候我買在這邊 有沒有 我買在這個地方 有沒有 對過去這邊出掉 是不是 是的 還被你們笑 賺個幾萬塊走掉 然後後來我沒說謊 有沒有先賠 有 先賠200萬我都逆轉勝的 賺嗎 是啊 為什麼賺的 因為不能詆毀你們 我在你們心中的形象 對 我只要是現金拿出來 一定要賺錢 一定要賺 到目前為止百發百中 沒錯 00919沒有錯吧 沒錯 這些都是故事喔 投資朋友們有沒有講 我這些故事有沒有通通講過 包含我的最淡單 包含這些東西 包含我預告最高點 0050這些東西 有看過我都講有 有 然後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 這些預告我們講在前面 然後加空第二口空單 叫你空手 還說要疊3000點 有印象的回答有 我們來看一下 要有喔 回答有 等一下就會回答有了喔 等一下支援OK 以前沒有 折折要等空單回補才進場嗎 我會比點位 我心中有個點位了 好不好 點位因為那個點位到了 應該空單就會 一個就會多殺多了 空單就回補 第二個就多殺多了 有 有 來了 有這麼多人見證有喔 你看有沒有人講沒有 對不對 都有 沒有跟你PK賭100萬 怕你不敢跟我賭而已 來 有 你看全部人都講 我是見證最高點的時候 還提醒你 是的 還提醒你200元 我要賣台灣50 那些24416 24416 有喔 你看整個都有講在那邊 問到 美債為什麼跌 沒有美債為什麼跌 因為這幾天美債就跌 昨天有拉起來就跌 這個怎麼是 理由也沒跌很多 你這樣不適合買美債喔 技術派都看現在說故事 真的啊 都是事後啦 很多事後 真的技術派我比較認同的 某種的分析師 然後教練老師這些 都比較深 好不好 我就說 你不要拿我跟網紅比啦 你剛才講到網紅 我不想要幫你打廣告 拜託先考到分析師 然後拿出對戰單再說 好不好 因為你講得一嘴好股票 賺錢才實在啊 是啊 有 還說筆記RNG有沒有 有沒有跟大家講 有 你看喔 真硬的責財不對責 不對責 全部人都說有耶 我剛才那些神奇預告都有 這麼多人講 是不是 蔗蔗未來人 農婆是女生 謝謝你 阿讚 來 有 你這個很討厭耶 你這個是 某個容顏的時候 需要講的東西 沒禮貌 這不好笑 來 來 來 不要 有Coco也好 不用挑撥離間 之前我換主持人 大家就說 這個誰比較 你們錯了 如果哲哲今天 如果是空手被嘎三千點 你們都不會理我 好不好 我這一波為什麼能活著 為什麼這麼多人 這麼多同業 恨得癢癢癢癢 他們不必恨得癢癢癢 他們可以像我每天認真工作 可以像我預測 可以像我參加選鼓比賽 那講那些都沒有用 他們都不了解 現在賞戶藥是什麼 可是我都了解你們 我就喜歡直球對決 好不好 我很喜歡就是說 先被打臉 結果最後是你們被打臉 有些雙鳴被打臉 不是你們 這也最佳選擇 有沒有看到 所以很開心 所以我要講一件事 99 可是我覺得你有買高股席 你還是喜歡買高股席 買0050一定可以跟著我點位去進場 因為我買台積電 台積電漲0050基本上一定漲 0094、0099也會跟著漲 好不好 所以你喜歡買高股席 你一定要在我萬東選一選 2萬多點選那個點位的時候 跟我一起進場 好不好 我是認真講的好不好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中華 我愛中華 我愛看天天跌 天天跌 好慘喔你們看一下 我站出怎麼樣 中華也是很慘的 出掉管打以後對不對 還有中華 中美金也是這樣 有沒有幫我念一下 好 6月24號禮拜一 請賣出2204中華127.5元附近都可以賣出 我們買進到現在最多已經賺25% 最多已經賺25%了 真的是這樣 今天現在講話的時候 因為我要看一下 納斯達克起步很厲害 最近都怎麼樣 都 現在應該這樣講 最近的行情盤前的時候展有跌 可是真的收盤的時候有跌 好不好 看起來剛剛有展0.5%對不對 現在納斯達克起貨 展0.69 今天會反彈呢 拭目以待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個量不夠 你看每一次反彈 每一次都沒有怎麼樣 都沒有希望 來 中華怎麼樣 抓25%是不是 看一次 是的 2204中華有沒有 你看一路跌 尾創怎麼樣 也是貨利出掉的喔 也是一路跌喔 對的 今天跌到這邊來 你看到 好慘喔 好慘喔 真的很慘看一下尾創 幫我唸一下 好 來 6月24號禮拜一 請賣出3231尾創 112元附近都可以賣出 最多已經賺10% 賺10%了還不夠嗎 真的不夠 可是我是要崩盤 因為我是要賺50%了 你懂不懂 你覺得為什麼賺10%要走 你覺得夠我覺得不夠 可是我 I have to go 我一定要走 你要走了 我一定要走 我一定要走 為什麼 因為接下來要崩盤了 沒有辦法 被你們笑一週兩週 我根本不在乎 你有沒有想過 我是那年有時間的 那年有時間落跑的 是不是 那我之前有沒有講過 回答的時候 我就要買什麼 其風之進草 你看我還點名元泰 你看元泰特別強 是不是 所以這種股票就有機會可以買 行情確定了以後 它有機會噴出去 好不好 好 這是我一直要跟大家講的 真的股票真的很強 剛才有人點到智原 沒關係我點一下 智原在這邊 今天是怎麼樣 黑K 它長紅K 我認為智原 如果回撤這邊 200多塊的時候 270元這附近 你反而有 如果有啦 有最好 沒有的話 那有的話 是一定要加碼 聽懂嗎 我是怕它沒有回撤到270元這附近 OK嗎 OK understand 是跟大家講 所以都有跟大家講 那還要再講長榮航跟 也要講一下嗎 長榮航萬海 那陽明是不是今天又跌了 又跌 是不是長榮是不是又跌了 也是跌 貨櫃三雄我是不是叫你要出 有 你看長榮航 長榮航運股都叫你出有沒有 長榮獲利出清 出清了 203元 長榮航38元 通通獲利出清 長榮航38元 長榮203元 記起來 長榮203元 現在165元 好慘喔 最低158元在這邊出掉 然後咧 長榮航 長榮航38元 現在34元 這個也是不少 也是10% 好慘喔 今天雖然說紅K 有些在打底了 可是還跌不夠 跌不夠 因為哲哲沒有進場 可是哲哲 離進場不遠 天天1000點 那不就2萬點了嗎 我就說過我最低 就2萬點買 我會在2萬多點買 2萬多 不要拆了好不好 不要拆了 不要省小錢花大錢 這波空單 是你喔 你知道要上300萬還是什麼 還是我們剛才的空單 我們再看一次喔 10口就640萬 你是聽我的話是不是 還是你是會員 應該自己空啦 我們這個會員解釋是 10口是640萬 很誇張 那可能你空5口吧 是會員嗎 來 事先告知對不對 破 完達300 沒錯 台積電會破1000 沒有錯 200破翁海有沒有 對 機械反手力怎麼看強弱 這就遜掉了 一下就跌破了 是啊 2萬多點會進場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的真的是神喔 來來2萬到21500點可以進場 我又說這個話是不是 那已經被你知道一部分的秘密了 快猜中了 快猜中了 來Coco被挖去哪 休息 如果Coco沒有騙我的話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啦 我相信他啦 我相信他啦 被騙就算了 不過我相信他啦 還是休息一下 人家說不定到時候 沒有啦 不要亂講話八卦 來來來 最準的分析師有沒有看到 所以今天這個行情是要告訴你 來 真正的點外問我 為什麼真正的點外問我 今晚晚上要公佈核心PC 也要公佈出領失業金的一個救濟人數 好不好 這都是一樣 真正的點外問我 所以今天口號是萬中選一 來你去想看 你要怎樣的分析是 台灣股市這樣崩盤 結果哲哲還講在前面 這一波兩個禮拜跌2500點 兩個禮拜應該是說 兩個禮拜扣掉兩天台風價 對 還跌2500點 只有哲哲這一波 忍住 把手綁起來放在後面 而且真的 從頭就給你空手到尾 我就是真的空手到尾 專家 不論對或錯 我一切一切遇到前面 你有看到這麼準的分析師嗎 你有看過這麼多人訂閱 這麼多人直播的分析師 如果是網紅 我跟你講更可以 為什麼每天講五四三角 講分析師的說明 就點一個下滑 為什麼 因為時短股票的資料一檔不準 就會有人覺得我很遜 可是你看我一個直播人數 可以6000多人 6400人 昨天1萬多人 33萬訂閱者 這是大家見證我實力 這個時候 見證實力 我就是天生試了做股票 我有沒有天分 當然有 我沒有天分 我怎麼敢每次都預告在前面 我都不怕被你 都不怕被你打臉 到時候都是我打他們臉 為什麼 因為我敢預告 很多同業氣我又氣又癢 又氣什麼 氣得牙牙癢的 可是為什麼我氣的 他就可以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你可以把錢拿出來 先秀帳號 拜託先秀帳號 而且要先秀賠的 看你可不可以 你可不可以先接受 一樣我的看壓性 我的壓力 再來說好不好 你看可不可以先接受我 這樣子第三者 第三方公正的懸鼓比賽 你再來批評我好不好 你就知道我很認真的 然後像我一樣台風天 我到現在都還沒人休息 已經好幾點沒人休息了 都我錄影 以後可能還是要休息一兩天 不好意思 以後再說 所以你真的認同我 也覺得這一波者真的很強 真的很準 然後粉絲幾千人見證 那你歡迎來電視頻 08062885 加入我LINE 台灣股市在2萬多點 2萬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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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中選一 選一在點位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如何進場 歡迎你加入我LINE 私訊我告訴我 怎麼詢問路未思宜 我答應你 我會捷徑我手來幫你賺大錢 謝謝各位 我們空手就是為了要賺一波更大的 也想要抓上這一波 跟上我們的行列 電話撥打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AGRAM官方頻道小組 A178 178 TERAGRAM私人帳號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J偷偷假冒 只有這三個帳號 謝謝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滿準確的 歡迎按讚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legram 我們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 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